好,继续为大家送上全王95的大事局,有一个刺客对两批鬼骑士 他们这两个对局中间发生了非常多的应该说高级连段 那为大家放送的这些基本都是高级连段 好,忍者过来压到版面,这边一个假招 比如说这两位选手现在都喜欢玩SP版本 因为SP版本一个是血量多,第二个是连招爽 原版的话一下就打死了 所以说对高级玩家来说,他们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哦漂亮,飞烟疾风角啊,打中一个CD,起飞,打晕 看一下我们下一次能不能再打出一个高级连段 因为琢磨的高级连段,他中间有个隐藏的取消 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飞烟疾风角飞出去的话,要用生龙手 因为他没有生龙手啊 有可能是一个隐藏的bug 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这招打晕了 因为他本身就没有这招打晕了 又来毕莎兄弟,哇,起飞了 一波,这个毕莎也太不给力了 就这么一点血 可能还要中陛下,我感觉 隐约 隐约觉得没有那么简单就要结束了 哎呀,难了,难了 哎,再来一下 啊,刚说完啊,刚说完 这个时候磨玩的很溜啊 就生龙腿啊,不是,飞烟疾风角飞出去 马上用生龙手的指令 就是前下前A 取消他的第二段 这样打到人的话,人就不会飞出去了 他是一个僵直的状态,而不会飞出去 这就是区别,轻的飞烟疾风角的话 他会打出一个吹飞的效果 那用取消的飞烟疾风角 他只能把对方打一个硬直 将在当地,然后接着连招 这就是他的区别 好,看大门对上一个 这是谁,火舞啊 然后连续近身,跳CD压 一个探头,没有打中 好,CD 直接来了 不走流程了 好,一个翻滚超兽声 他的超兽声很管用 可以接臂下 看来还要打第三局 一般来说 大门打这个有上下载的角色都很难打 绝对是要打第三局 跳B的话 对方直接选择了一个升龙 很难接啊 很难接 不是一般的难接 好,一个接,来 回声探头 再打迪象 没有打中 躲 躲闪攻击 火舞打草地精不是打不了 是可以打的 但是身体属性还是要弱于草地精 因为他的战C一招就能克你很多招 压房边 压房边 好,近身一个探头 没有打中 回声再来一把 完了 完了完了 这点血量啊 一个CD 这么科学 好的 大家喜欢圈结束 请点播关注 我要感谢收看 下期才会